我们开始上课 这就是我们学习肝胆病症的疾病 第一个病是邪痛 所以邪痛呢 结合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些痛症 对于邪痛来讲我们是更好理解 邪跟谁有关系 跟干净有关系 干净不邪 疼痛呢 有什么问题 不通是不是 不通的话 干净不通 那就是有邪气 邪气的话 什么邪气跟他有关系 你还是应该想 这个邪气有没有外来的 外感的邪气跟什么有关系 内身的邪气 又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虚症来讲呢 最干的虚症 最常见的是什么呀 干的阴虚 是不是 所以整个一个病症来讲 就是对于这个邪痛来说 他的这种了解 结合我们以前的话 对他来说心里头有一个大致的一个 有个概念 这种概念的话呢 我们在结合书上的东西的话呢 很快的 可以把这个病的话呢 就熟悉 很快的熟悉 你看 第一个 邪痛 我们知道邪的部位在哪里就行了 是不是 就那个部位发生疼痛 对不对 但是这个部位发生疼痛呢 作为一个病症来讲 是以这种部位发生的疼痛 为主要邻症表现 是不是 那么有些疾病的话呢 也可以出现系统的症状吧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会有一些病症和症状的这种区分 这是我们中医在学习的时候 最需要注意的一个东西 最需要注意一个东西 他表现的这种病症 表现的这个症状 是个这个病症的主症特点 在这里的邪在哪里呢 两侧 自腋而下 到肋骨近处 这块地方叫邪 古代中医就说清楚了 告诉你邪在哪里 邪在哪里 是不是 那么邪痛是什么 他不是有两边吗 随便哪一边或者两边同时有疼痛 是不是都叫邪痛 这是他的病症概念 但是邪痛的话呢 也是一个常见的症状 也是一个常见的症状 邪痛的话呢 他跟谁有关系啊 早在那一间就已经定了 他跟肝脏病变有关系 肝脏有关系 而且呢 他的病因的话呢 有含有热 有余方面的因素 有含有热因素 这个部位 发生邪恋部位的疼痛 除了肝胆病变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邪气 预解在这个地方 同样会出现这种症状 这是汉代 汉朝的时候 简约全出的那个 这金贵要略 金贵要略 就是张仲颜的金贵要略 他就提出来了 是啊 赫世的话呢 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气虚 是不是 气虚再加含血清息 再加含血清息 那么宋代的话呢 认为主要的病因 就是情之不遂 宋朝年年后寄生班 主要病因是情之不遂 锦业传书的话呢 对血痛来讲呢 就更加清楚一点 叫做一个内伤 一个外感 外感 而且的话呢 这个时候 就提出一些 不同的看法了 是不是 什么看法呀 他讲对血痛 左右分气血的 就是以左右 分为左右气血的 这个方面的话呢 他就认为不该这样子分 左边是气 右边是血 因为右边是气 左边是血 这种看法的话呢 到现在 我们还是有些人会怎么样啊 左边属于什么 右边属于什么 这个东西的话呢 一定要分个清楚 这个方面呢 要注意 中医的概念 很大有一部分 怎么样 很多部分 是属于一个相对的概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就觉得 这个左右啊 古代来讲 经常搞错 是不是 不要那古代经常搞错 就是现代 有些人都要搞错左右 生到病的话呢 左右分不清楚 是不是 好 左右分不清楚 所以这个左右的话呢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左右就要注意一下 而且左右本身 就是个相对概念 南方的喜欢用 北方的就不用 是不是 北方的话呢 不会压你指一个路 从这儿一直往东 到了哪个地方 哪个路口的话呢 你再朝北 四川南方路是什么 从这个地方一滴笼 倒拐 往走 往右 是不是 南方的话呢 怎么样啊 这个左右的话 我们就会搞浮土 有些时候的话呢 我们有些时候叫什么 也是老成都了 是不是 有些时候一走路还走错了 为什么 走到刚好走到立脚桥下 东南西北一下子没注意 往前面就是那个两百米就到了 往前面两百米 哪个前面四条路 我从那边下来 往前面 他就不知道我从哪个路可过来的 一走到哪里去了 走过道了 是不是 走过道了 就搞错 是吧 就搞错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经常会指错的 经常会指错的 一般来讲 我们从这个地方一直朝东 是不是 那就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东面 是不是 你就知道 严格是往哪边走 往哪边 在这个走右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 相对概念 所以呢 这个是 他就讲 后世的人分到这个情况 有些时候牵强互惠 并不是说每一个东西都是圣质 那 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后世对于这个治疗来讲 主要来说 就是发肝息火 是不是 这是其他那个政治会补 政治会补 那对于 临阵指南压 对我们来讲 影响最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久病陆落 这个学术的提出 久病陆落 这个病呢 建于现代医学很多疾病当中 是不是 但是要注意 要注意 党难言党实症 党到实症 那个党实症 党到回虫 是不是都表现为血痛啊 不是 表现为什么呀 胃痛 对不对 表现为胃痛 那是啊 你不要讲 胃痛都是那个 都是胃炎 是不是 不是的 党难言党实症 都会表现为胃痛 知道吧 好 好多会保证 这个病 症和特征 症和特征 对于疼痛的症和特征 已经清楚了吧 疼痛部位 疼痛性质 疼痛程度 持续时间 诱发加重缓解因素 伴随症状 继续 诊断 治疗的情况 是不是 好 这是所有的疼痛 你要描决的 明确的都是这个 好 明确的都是这个 下面来讲这个病的 病因病机 病因病机 这是个体表部位 那 围老的是什么呢 因为疲痛 胸蟹 疲累部分 主要跟肝胆经脉 巡行 主要由肝胆经脉 巡行 因此 朱绝因肝经是不疲累 而朱绍阳 胆经 它是 它的脂脉 循吸力 直的 是循胸 过激 跟经脉 有关系 那么这个地方的疼痛 是不是跟他们有关 那么肝胆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跟其他的脏腑会发生连续 是不是 就是这样 疼痛 不痛则痛 有邪气 是不是 有邪气 那么不容而痛 这是正虚施养 跟什么有关系 因此在这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跟这个几大队 一个的话呢 气痴 一个血瘾 一个湿热 还有一个阴虚施炉 那么出现这些的原因 禽之不碎 是不是导致气痴 跌不损乡 是不是导致淤血 是吧 掩饰所伤 还有外感湿热之邪 是不是产生湿热 对吧 好 牢狱酒病之类的 是不是损伤正气 好伤阴业 对吧 好 它的常境的牙医 就这么几个方面 就这么几个方面 这个分类的话呢 还是依据疼痛 依据部位 来定他的脏腑的 经络联系 是不是 然后的话呢 根据他疼痛的特点 有邪气的特点 有正气亏虚的特点 正气亏虚的话 根据不同的脏腑 他的亏虚表现 是不同的 亏虚表现是不同的 在这里的话呢 他的病因 第一个 情致刺激 是吧 情致刺激 这种病人 比较常见 第二个 眼食所伤 眼食所伤 主要来讲 就是肥肝后胃 辛辣 燥热之品 对不对 主要这几个方面 主要这几个方面 第三个 跌铺损伤 跌铺损伤 这种损伤的话呢 跌是一个方面 铺是一个方面 跌铺损伤 它这个是个概率 是个概说 是所有的 这种外上线的东西 这种外上线的东西 和你讲 跌铺 OG 这是一个方面 负重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 你们看书的话 现在还躺到床上 看书的能有没有啊 有 躺到床上 看书一般怎么看啊 一个手 撑着这个脑袋 这个样子 是不是 一撑的话 过几天 怎么觉得 这个地方有点痛啊 半天想不过 是怎么回事 老觉得这个地方 怎么痛 老觉得自己生病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说 你想哎呀 这个痛没兴趣了 完了之后的话 你讲反正痛 也不气 完了之后 拿着一本书来 又躺在床上一看 突然之间的话呢 明白 怎么呀 我前两天 这样的看书的话 看了太久了 怎么样 这叫做 用力的话 不当知识 导致的这个地方的肌肉 拉伤 一样的疼痛 知道吧 一样的疼痛 这种外伤的话呢 有些事你不注意到 经常我们会讲 这里痛 那里痛 有些时候是不自主的 是因为这个肌肉的 不适当的用力 造成的损伤 这种拉伤的话 很厉害的 是不是 里头的可以拉断 肌腱拉断 是不是 对吧 肌腱拉断 里头的话 将来你们学骨科的 就会知道 那个肌肉有多厉害呢 里头放进肝板进去 是不是 会到那起初 那个肝板放进去的 肝板是直直的 是不是 拉出来怎么样 弯弯的 肌肉非常有力量 非常厉害 这是一个 那个肌肉的话呢 你不知道 你知道有一个病人 他叫腿痛 腿痛看神经科 是不是 事实上的话 他突然出现的 看神经科吧 好 过来 一问 怎么回事 上了一通宵网 冬天 上网上一个通宵 他在第二天 哎呀 有点累 是不是 伸了一下 伸了一下腿 突然之间 那个脚的痛 伸了一下脚痛 为什么 因为冷了以后 肌肉紧张 你一身 没注意怎么样 姿势不大 那一痛 出现什么问题 骨头拉裂了 所以我们不但姿势 很多时候 会出现一些疼痛 跟他这种拉伤 是有关系的 第二步损伤 是所有的不但姿势 或者用力浮动 还有欧极之类的 他都包括在里面 外感湿热 这是跟感受外邪有关系 这个感受外邪 邪气怎么来的呢 这就有些时候 你讲宗教嘛 是不是 脾胃一过来 对吧 土庸而沐浴 所以呢 他容易损消 劳育久病 就包括积劳过度 烦劳过度 是不是 在这个方面 比较多 不要多 发病 多属于内伤 所以 发病怎么样啊 比较缓慢 比较缓慢 基本病基因 是肝乐失和 肝乐失和 肝乐失和的话呢 主要来讲是肝淤气赤 淤血阻落 失热 拥施 以及肝音不足 这几个方面 也起不通 则痛 或者是 不容 而痛 你看 就是邪气 邪气从外而来 就外感 从内而生 是不是 内伤邪气 再一个 正气亏虚 对吧 那疼痛的话 就这两大方面 两大方面 三个部分 对不对 三个部分 外感 内伤 内伤 病因素 气赤 雨血 食热 这是他的病因素 根据病因素 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出 他食症的 这个病机 那个基本的症和表现 是不是 食症的话 他的基本的症性特点 是不是就来了 三个 再加一个虚症 最常见的是什么 阴虚 所以四个基本症性 在这里的病因病机当中 我们就已经得出来了 是不是 当然 您讲实际临床 它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呢 不是 气赤血液在一块呢 是不是 气赤血液在一块呢 那么气赤 它能够化活化活 那个伤阴 又跟阴伤又活在一块呢 对不对 所以它就出现一些 复杂的一些组合 这种组合的话 有些时候 它是跟病因素的 这种相互的作用有关系 相互影响有关系 是不是 有些时候 是不是纯粹的相杂在一起 可不可以 可以 这就是具体的临床 和我们教学当中的话 是为了 你理解的需要 人为的给它拆开来 就像跟你 刚刚录大学的时候 怎么样啊 你都要学 太极拳 太极拳教你的事 怎么教的呀 都是一整套告诉你吗 不是分解动作 是不是 我们的基本阵型 就是这个分解动作 一个一个告诉你 完了之后 你自己看到病人的事 什么情况 给它组合起来 知道不 这就是临床试剂 这就是临床试剂 病位 主要在肝胆 与脾胃和肾有关系 肝胆经脉 寻行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脾胃和肝胆 五行相生相克的 是相克成五的这种关系 再一个呢 肾的话呢 是什么 肝肾同源 所以它虽然说系统 是跟肝胆经的分布有关系 但是肝胆的话呢 它在五行之中 跟其他脏腑的话 怎么样 有联系 知道不 所以一般的情况之下 它所影响到的是这样一些脏腑 这样一些脏腑 病理性质 虚实两个方面 是不是 所有的疼痛 都是虚实两大类 是不是 虚实两大类 实战是有邪气 虚实是正起亏许 正起亏许 那么这个实战是什么 跟它的病理因素有关系 病理因素 哪几个方面 气质血鱼和湿热 对不对 气质血鱼和湿热 那么虚实战的话呢 主要来讲 肝胃肝脏 最容易删的是什么呀 阴 是不是 最容易删的是阴血 阴血亏损 肝肾所养 但是肝又残血 所以最少损伤的是什么 就是阴 是不是 肝阴不足 好 病肌转化 出病再气 气吃 气吃日久 可以出现血鱼 是不是 雨血可以组持气急 对不对 雨血可以组持气急 气鱼可以化火 化火火热 可以灼烧 阴液 对吧 好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病肌转化特点 症状 主阵特点 一侧或者两侧同时发生的歇步的疼痛 疼痛的性质 疼痛的程度 好 缓解和诱发加重的因素 这不一样 持续的时间 各有不同 这都是主阵特点 那么你讲不是说疼痛 你还要搞伴随症状吗 对 伴随症状作为第二个 就是说我们在诊断的时候 有专门有一个 除了主阵之外 是不是有个伴随症状了 是不是 伴随症状 伴随的是什么情况呢 刚气不舒 气齿不通的 其他的临床特点 或者是气欲化火的特点 是不是 或者呢 肝皮不条 肝胃不合的特点 对不对 时间长的呢 还会出现什么问题 肝肾不足 对不对 出现肝肾不足 这就是他的伴随症状 这就是他的伴随症状 知道吧 病因和病死呢 就跟他的病因有关系的 是不是 掩饰不洁呀 情之内伤啊 感受外失啊 跌破闪挫啊 一些牢狱久病 就是这个跌破闪挫的话呢 你想想就 你的那个思考的空间就多了 我就告诉你 不当知识 这本身就是属于错 是不是 什么叫闪挫闪挫 对不对 闪为什么会容易损伤 就是因为不当体位 闪的话 是不是突然之间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活动 叫做不当的运动 产生的肌肉拉伤 有些是很恼火的 很痛的 我们的那个什么呀 经常会人家突然一个疼痛 怎么样啊 哎呀 这个擦气了 是不是 跟什么有关系呀 就跟这个突然不当的这种姿势的这种突然运动 肌肉收缩有关系 非常痛 我们经常会说擦气了 跟这个有关系吗 跟这个有关系 好 断断 鉴别 鉴别主要跟悬眼鉴别 悬眼鉴别 需要跟悬眼鉴别的一个疾病 我们原来讲过是什么病 不记得了 胸臂是不是 对不对 还记得吗 胸臂跟悬眼鉴别 是不是 好 讲得比较清楚 也就是说 他疼痛的部位 和血痛 有什么 特别呢 两个相类似 是不是 两个相类似 但是呢 血痛和悬眼呢 毕竟不一样 悬眼是什么呀 是肺气病症 是不是 对不对 悬眼是肺气病症 是引流血下 我们讲 脾为生汤之源 肺为楚汤之气 这个眼的话 跟肺相关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他既然是在肺气的病变的话 他是伴随的 是不是肺气症状 伴随的是肺气表现 而血痛呢 是什么呀 肝胆系的病症 是不是 对吧 伴随的是肝胆系 或者是 什么呀 肝皮不调 肝胃不合 或者肝肾不足的特点 是不是 好 这是 血痛跟悬眼的这种主阵特点 那么悬眼呢 在以后讲谈眼过程当中还要讲到 他的特点是什么 要搞清楚 这个鉴别的话 主要是他的症状特点 伴随症状 从这方面去鉴别 从这方面去鉴别 相关点呢 因为肝胆系的病变 是不是 那么现在医学的话 擦肝胆 擦肝胆 主要是这个 那么结合 这个鉴别诊断 需要擦什么呢 擦胸部X线 是不是 胸部的X线 好 辩证的要点 下面讲辩证论质 辩证的要点 首先辨别在气还是在血 在气指的是气瘀 在血呢 指的是血瘀 好 气瘀 气的特点 疼痛的特点 气的疼痛特点是什么 障碍痛 跑来跑去 慈起皮肤 是不是 障碍痛性质 是不是 好 他的话呢 有一个什么 不畏不肯定 是不是 气的话呢 实情实重的特点 对吧 好 那么气的话呢 跟什么有关系啊 跟情绪相关 是不是 好 雨血呢 固定不移 是个阴邪 阴邪的话呢 烟雨天气夜间下午 是不是加重 那么雨血腾动的特点是什么 炉锐 炉锐 炉刺 似刀割 是不是 严重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 好 严重的话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种疼痛的话 居不居二 是不是 好 所以在这里头就分清楚 根据疼痛的部位 疼痛的性质 以及疼痛的一些特点 来进行分别 好 来进行分别 他到底在气还是在血 在气 气之疼痛 有气的特点 是不是 在雨血的话 有雨的特点 就这样 蛇智和脉象 当然会有所差异 是不是 雨的话呢 还有一个什么特点 是不是 跌曝闪挫的特点 一般来讲 是不是 跌曝闪挫的特点 并成长久的特点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这里的话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可以供我们参考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要结合病死的原因 好 经常要结合病死的原因 第二个 要分清楚 他是虚症还是实症 是不是 好 分清楚是虚症还是实症 实症怎么分呢 他是病程短 来势比较急 疼痛比较重 而且巨暗 脉时有力 这就是实症的表现 实症的话呢 还可以见到气痴 雨血 湿热 这么一些邪气的特点 对不对 所以都鉴于这些 跟有邪气 有关系 虚的呢 病程比较长 来势比较缓 痛的话呢 纯度比较轻 是不是 他是隐隐作痛 绵绵不休 这是他的特点 那么 他的话呢 是阴血不足 阴血不足的话呢 他是不是伴随着阴血虚衰的一些表现 是不是 所以他就伴随着阴血不足 阴血亏损的特点 肝阴不足最常见跟什么 在合在一块呀 是不是肝肾不足 合在一块 多见一些 是不是 这病情的话呢 他是不是会发展为肝肾不足呢 也不一定 对吧 也不一定 这是他发展的几个阶段 发展的几个阶段 这是要分清楚虚实 这条 他是刚落是和 是不是应该苏刚合落呀 对不对 苏刚合落 是他的基本制法 针对的是基本病机 刚落是和 但是在这里的呢 既然讲你要苏刚合落的话 你怎么合落呀 是不是 根据邪气的特点 分了两个部分 是邪气 我就应该曲邪 是正气亏虚的话呢 我就应该服症 是不是 对吧 那么曲邪的话呢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有气痴 有瘀血 还有呢 湿热 对不对 好 有湿热 而虚症的话呢 他主要是阴虚 是不是 所以阴虚的话 是不是滋阴羊血楼肝啊 对吧 对吧 好 这就是治疗原则 治疗原则 下面 在这个方面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林郑指南一案 他说 杂症的血痛 都属于绝阴肝经 就是因为他的脉 不在心内 当然中间的悬浮发糖 刘和谦的精灵之散 以及 林郑指南 夜天寺 就是先生 就是指的夜天寺 他的心温通落 肝黄理虚 温柔通补 心血相淤 都是治肝脱血痛苦之际 肝黄理虚 温柔通补 心血相淤 我们就理解理解就是了 我们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 就在科科有时间 我们去补一补这些 争政乱治 四个基本阵线 是不是 按时和虚来分 第一个肝于气痴 肝于气痴 肝于气痴 第一个主政特点就是邪通 对不对 邪通的特点是 战通性质 对吧 部位在邪部 性质为战通 啊 特点走创不定 对不对 程度的话呢 是不是轻中度的 气嘛 那个痛到哪里去呢 是不是啊 所以 属于轻中度的疼痛 比较常见 诱发加重和缓解因素 什么呀 气痴跟什么有关系啊 刚气不舒 所以随着情之变化而增减 是不是 气一顺 是不是要好啊 什么时候气能顺呀 叹息 哀气 甚至呢 使气 对不对 甚至使气 这都是使气 能够有 一过性的 通顺 所以它就能缓解一下 能够缓解一下 所以病人的话呢 他不舒服的时候怎么样 他来看病人的时候 他来看病人的时候 来看医生的时候 他经常就在 肝皮不合 是不是啊 肝皮不调 肝胃不合 是不是啊 好 肝皮不调 那就运化功能不好 是不是啊 肝胃不合呢 受肾功能市场 对不对 胃是指受肾 皮的话呢 运化 因此你就可以看到 是肤胀 顽皮 艾气 瓶座 那少 这样一些表现 这样一些表现 手太薄白 卖 悬 卖 这是肝于气质的 主要的卖相 肝于气质主要的卖相 肝于气质主要的卖相 要知道 苏干里气的话呢 我们有很多方的 我们书本上呢 用的比较多的 是什么呀 财富苏干算 是不是你就一定要用财富苏干算 代表方你要记住 由此的话呢 你就想一想 除了财富苏干算 还有什么方呢 这是你该刻后去理解的 是不是啊 对不对 气质化火 是不是应该清肝泄火 清肝泄火的话 用的要比较多的是什么 单皮质子 是不是 母单皮和质子 对不对 木痕无土 是不是应该贱皮 富土 对不对 肝未不和 就应该和味降丽 和味降丽 第二个 肝胆施热 书本上你看 肝胆施热 并能表现出来的就是血痛 血痛的话呢 热症的疼痛 一般来讲会有什么特点 灼热 是不是 我们一般来讲是有 是不是非得要 不是 不是 那就是说 灼热的话 肯定就是热 是不是 就是一般这样的 来看的 冷的话呢 一般就是寒 冷的话就是寒 那么热症疼痛 会有灼热 这是他的特点 这是他的特点 那么这个湿热 刚党湿热 谁造成的呀 一般来讲还是中胶脾胃湿热 影响过来的 是不是 湿热之邪 首先侵犯的是脾胃中胶 所以病人的话呢 这个湿热的话呢 中胶湿热 这种正合特点 可苦可念 胸闷那呆 恶心呕吐 小便 黄澀 大便 不爽 好 湿热浴表 深热勿航 为什么湿热浴表 它是外来的 是不是 外感的 注意 我把深目花黄 这样一个症状 列出来了 这里头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中医诊断方面 某些未郎之处 血痛和黄胆在一起 到底是诊断血痛 还是诊断黄胆 我们下节课就要讲黄胆 所以一般来讲呢 如果出现黄胆的话 我的意见 应该归属于黄胆 所以我们书本上说 湿热浴表 出现深热勿航 深目发黄 深目发黄 我讲这个症状 深目发黄的症状 应该给它撇开了 应该撇开了 这是一个特点 这是一个特点 这个是另外一个疾病的正合表现 正合表现 蛇红胎黄粒 脉玄滑溯 治疗 清热力食 肝胆施热 一般用什么分 浓胆施肝胆 对吧 好 在这里头的话呢 我们就要了解中医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 施热生虫 第二个 施热生撒食 这个呢 我们就是从自然界当中来 施热一垫 是不是生撒食 没有这样说 但是撒食 是不是跟施热有关系 从你家里的烧水的符就知道 那个冷水放在那里那个符有水垢没有 水垢像不像砂石 如果说有些水质不好的 一烧的话怎么样 时间一长是不是有砂石积酸在那里头 那么砂石积酸在那里头 你家就去施热有关系 还是验个砂石一起除 因为它有新的东西 完了之后 施热一个方面 所以两个方面一起 治疗比较困难 是不是 但是来讲 肯定跟施热有关系 走不了的 为什么 冷水在那里放多久 会不会有水垢 没有 只有加了药 才会有水垢 是不是 所以古代来讲 施热生撒食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还有一个 施热生虫的问题 夏天 下了雨 一场水下来 那个水淡淡 里头就有虫子 是不是 夏天 那个水淡淡 有虫子 冬天有虫子吗 没有 是不是 所以跟他有关系 他在这个关系 中医来讲 你怎么来说清楚 你要他说得非常清楚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是不是 这是扁是一个推理的 但是这是一个现象 对吧 所以中医来讲 就有这个看法 一个湿热生撒食 叫两生撒食 第二个是湿热生虫 但是虫已经生成 要不要针对虫 要不要处理 针对湿热 是不是 所以两方面 所以的话呢 你讲 哎呀我去湿热 一点用都没有 有用吗 肯定没有 是不是 为什么 虫子还在 所以他必须什么呀 清热力尸 外加 撒虫 关键一个虫 怎么撒了 是不是 关键一个虫 怎么撒了 还有一个 撒食你怎么去 是不是 好 撒食怎么去 所以呢 这就是现在 你针对这两个方面 要治疗的话 中医该怎么治疗 你应该心里头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 但是呢 药物 具体的有效的药物 这就麻烦了 是不是 这就比较麻烦了 第三个 瘀血阻落 瘀血阻落 疼痛 医血疼痛的特点 好 医血疼痛的特点 痛有定处痛处巨岸 颅椎颅刺 这个瘀血的疼痛 有些时候 是不是比较重一点了 是吧 好 轻重重都有可能 对吧 根据 他这个瘀血是怎么产生的呢 两方面 一个 九通路落 是不是 这跟疾病生成有关系 一个自然发展 九通路落 第二个是什么 跌破损伤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么跌破闪挫的话 是不是有个明确的跌破闪挫病死 对不对 好 跌破闪挫有个明显的这个病死 好 不当的体位 有些时候不经意之间 很多病 都在不经意之间 落下了病根 知道吧 很多都在不经意之间 就落下了一个病根 我们都会不注意的 这在我们神经科当中经常都会有 是吧 一个老年人在什么都没有 就是哪个地方撞了一下 里头就出血 老年人啊 不是我们 我们都把怎么样 墙上蹦的一身 没事 是不是 老年人不一样 老年人不一样 就那个扫把那个 那个怎么靠在那个墙上 扫地的时候 他把扫把放在那个 待会那个扫把那个什么 那个棍子敲下来 说不定就敲出血 慢慢的他就生血 就有这种可能 不一样 不经意之间 你想这个东西哪里会呢 是不是 所以很多时间是不经意之间落下的 所以不当体位 也是在不经意之间就落下了一个妖毒 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 这个病是不是应该去与通落 去与通落 书本上用的代表方 血腐猪瘤汤 或者是复原活血汤 复原活血汤 针对的是外乡 血腐猪瘤汤 气质血瘀 是不是 第四一个就是甘露施养 跟什么有关系 殷虚 殷虚施养正虚的疼痛 是不是眼痛 绵绵不休 是不是 眼痛 绵绵不休 因为正气窥虚 是不是欲劳加重 这是他的特点 那么殷虚的特点 是不是有热 殷虚有热 不能乳氧 他就有口肝 烟灶 心中防热 是吧 因为肝阴不足 肝阳是不是上抗 殷虚不能治阳 所以他就有头晕目悬 这样一些症状特点 肝肾阴虚 肝阴虚 这个时候 包括肾阴虚 是不是 还有腰虚酸软 对不对 腰虚酸软 如果肝肾阴虚的话 这事实上 时间一长 会不会影响到肾的生殖功能 也会 是不是 出现异常的生殖现象 所以 对他来讲 应该养肾楼肝 代表方 一贯肩 是不是 代表方一贯肩 一贯肩的话 我们以前用过 在哪个病里的用过 胃痛 胃阴虚 是不是 邪痛的话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头 在这里头的话 临证备药 大家自己看一下 可贺的 因为 因为这个病的话 跟肝 什么呢 情之不随 我们很多时候 都用到一个苏肝理器 但是苏肝理器 辛香燥烈 容易伤症 是不是 所以很多时候 养肝 揉肝 平肝 还有一个的放在清肝 这些方面 你都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好吧 下课